我提醒大家不要把血弄到脸上 对眼睛有伤害 特别是小孩子玩血的时候 千万别把血往对方脸上洒 为了核实朋友圈这条信息的真实性 记者联系上了长沙市开服区环卫局 我们主要是喷上了 主要的这个所有的强梁 已达到 晚上8点跟开始 到4明天的6点 杨骏告诉记者 溶血剂的主要成分是工业盐 用于溶血化冰 环卫部门通过使用溶血剂 对城市道路 高速公路 机场 港口 桥梁等设施 进行除雪化冰工作 目前开服区还大范围投入使用 朋友圈刷屏的消息有些夸大其词 那么溶血剂会对眼睛造成危害吗 不少市民在看过这条朋友圈之后 也有自己的看法 按理说是应该没有 因为它溶血剂的话 一般就是你像我们是发炎 应该不会对眼睛刹成伤害 但是对人的长期接触 对人的皮肤 满心的一个吸尺还是有可能 我觉得不蛮可信 我没有看这个微信 但是我觉得应该没多大影响过 溶血剂都是一些辣椰之类的物质 医生表示 因为相对于大量的积血 即便是有溶血剂含量 也是微乎其微 含溶血剂的血 进到眼睛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也比较低 溶血剂的主要成分是 素酸钾和鹿岩 酸碱性都不是很强 可能有一定腐蚀性 但是腐蚀性的不是那么强 有没有接触过这类的病人吗 这个很少见 医生提醒 即便是排除雪中含有溶血剂的情况 但地面上的积血 也并非是绝对安全的 尤其是在城区内 积血在空气中暴露一天 血里可能含有其他有害物质 打血症时 尽量别像眼睛等敏感 要害地方抛 如果眼睛进入异物后 出现流泪怕光 需要及时就医 玩血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护眼睛 有的时候小孩子相互之间打血球 打着眼睛 有时候会打出脚目损伤 在这血里面的话 不是特别感觉